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凡志宏 那今天一樣呢 三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之前 留意海豚呢 下禮拜 屯氏噴書現場講會要來跟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趕快去掃QR Code參加 那除了技術面的教學之外 下半年的產業相關的題材 到底哪些會有機會呢 都是在這個演講會呢 會來跟大家去做分享 大家記得趕快來掃QR Code參加 好 那今天一樣三個主題 第一個呢 就是整個加權指數呢 都是你的形狀喔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漲 加權指數就創高 台積電休息 指數就不會動 這個狀況呢 到底要怎麼去應應呢 其實海豚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呢 是強勢族群有點有趣喔 今天漲到了ABF被動元件跟碳化系 那為什麼是會說他們有趣呢 待會來跟大家做分享 最後就是成名店 海豚的成名店 從2月一路一路報一路看 一路加減碼 一直到現在 今天又創新高了 才建議上機殼的王者 就是成名店 那到底為什麼海豚呢 持續看好它 那週報裡面呢 又怎麼跟大家去做分享 大家記得看到第三部分喔 好 那這裡我們就講指數的部分啦 那指數呢 今天上漲382.95點 漲幅非常驚人 那台積電占了260點左右啦 那當然說 今天另外一個推升指數的大工程 就是金融指數 金融指數呢 盤中漲了1%多 那售盤漲了1.18% 那當然說持續創新高 所以等於說 現在有點電金雙主流的味道 不過這個電呢 又不是說整體的電子股都強勢 因為今天的全值股 大概就是台積電啦 加這個之前我們都在講日月神教 這個日月光 今天呢 大漲7%去做帶動 那其他的 其實全值股大部分像鴻海啊 我們的二哥 我們的三哥聯發科 還有四哥的廣達鍵上 都沒有太明顯的去貢獻今天的指數 好 那回到指數來看的話 其實今天我們先講一個東西好了 就跟大家講到就是 這個族群的問題啦 我覺得目前族群就還是一樣有強很弱很弱 而且資金比較集中在少數族群 那我說從多頭加速比例來看的話呢 也很明顯齁 指數連續大漲 你看中小也是連續兩天 算是比較強勢一點齁 但是問題是多頭加速呢 反而是維持在收斂的狀態下 並沒有重新回到貨張齁 當然說目前也還是站在多旺 因為多頭加速大於空頭加速嘛 所以我們就只能說 這裡的重點就是什麼 就一樣選股不選市啦 就還是選股不選市 所以這邊就是怎麼選股 就很重要了 安全的股不會動啊 反而破線大跌 這個可能就要小心呢 資金不在這個族群 因為說真的現在看很多族群 像周報說嘛我也都有講過 現在看很多族群 其實他們基本面沒有不好 不是在成長就是在復甦 可是問題是股價就是不會動 那為什麼因為錢就沒有來嘛 所以要嘛呢 你就是拋棄這些沒有錢來的股票 錢沒有來的股票 去追那些強勢股 要不然就是你就耐心等待 那些等待錢來到這些展望好 真的要有這個營收的 不是只是畫大餅做夢那種 就只能等 就只能等 所以還是手上也是有股票還在等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大家不要灰心 把它就是持續看多 看多到什麼時候 看多到盤告訴我們要轉弱為止 還告訴我們有風險的時候 我們再來去做調整 否則的話 你看嘛 有人說要喊說什麼 要先兩萬三千點的時候說 喊先跌三千點再漲三千點嘛 可是現在已經往上又漲了一千點 那等於說後面這一塊你就賺不到了 那等到修正來的時候 你忍不住追進去 那修正剛好來的時候 你又吃 吃筍吃好吃滿 那就會很累 就很累 所以還是在強調 就是不要有過多的預期心理 那指數技術面的部分呢 今天跳空上漲 一定會有人說 這個強勢的觀點數 就要上調到今天低點 沒有 沒有上調 因為海倫剛才進來前看了一下 外資金就買超一百多億 所以不到說大買兩三百億 因為今天的台幣是升值的 所以錢又回來 我會外資金買一百多億 很合理 那但是因為今天 第一個量不夠大 我量不夠大 第二個外資買不夠多 所以你說要把防守點 上移到今天的低點 似乎好像 就沒有這麼合理 沒有這麼合理 你說量不夠大 外資買兩三百億 你說上調我覺得合理 因為外資回來尻台股了 可是外資也沒有買到那麼多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真的 就還是只能繼續看 這個大量低點 就23505 23505 還是看這裡 強勢觀念點看這裡 當然貴買指數今天就有量增了 但是量也沒有到特別大 也沒有創高 所以也沒有到非常關鍵的一個狀態 所以貴買可能還是繼續看 這個低點 星期二的長期眼線低點 不過呢 基本上就還是維持在多方 那一樣啦 就期待說 漲台積電之外 也別忘了資金要來照顧中小型股 讓大家股票都可以輪動上漲 這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也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向 最好的方向 那指數大概就講到這邊 那這禮拜呢 就是今天晚上有CPI數據 那原則上就跟昨天下午的這個 海存哈拉秀 就是海存的直播啦 新節目 海存的直播節目 說得一樣 CPI數據呢 基本上不要過度異常的 升降低預計也或是高升降低預計 我就對市場影響心應該不會太大 對市場影響心應該不會太大 就如同這兩天鲍爾的談話這樣子 那當然說明天還有 PPI數據 還有這個消費者心新ica 需要去的關注 因為這兩天鲍爾其實 沒有談太多重點 沒有新東西啦 讲的到底是一样嘛 我想要降息 白话文就是我想要降息 但是我需要看更多的数据来支持 我想要降息的这个论点 就像海豚有时候也是觉得 有些股票我想要买 可是你要先给我一个讯号 你要给我一个讯号 比如说海豚的屯室喷出 起涨前会出现的讯号一样 那屯室喷出就是这个 记得要来参加海豚的 这个屯室喷出的线上演讲会 就可以得到海豚的技术面教学 什么是起涨前重复发展的事情 大家记得要来参加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强势族群 到底是有趣在哪里 我们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